各位朋友早安 大家好 我是107動力的唐文傑 我旁邊是詩詩生學會的行政總監王拔 今天我們會發表一個關於 七百萬人城市七千萬旅客的民意卷調查結果 就政府推出幾個垃圾稅 去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 以及我們兩個團體對政策的影響和分析 今天我們會請王拔跟我們講解 整個文卷的調查過程 以及有甚麼發現 以及引伸出來就垃圾稅的憂慮 然後我們有一個小型動作 有一個潘多拉的一盒 王錦星揭開它象徵著垃圾稅的政策 有可能會引發全港變成全街的垃圾創 或者我先請王拔跟我們講解 政府文卷的內容 我們成功在中環訪問494個香港市民 在中環街頭做的調查 我們總共問了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香港是徵收垃圾稅 以台北和日本的例子 街上的垃圾桶是有可能被收到的 因為怕有些非法傾倒垃圾的情況出現 而這件事究竟市民知不知道有這個可能性發生呢 我們發現原來有86%的市民 不知道有可能會這樣發生 香港沒有了垃圾桶 公共垃圾桶 他們是未必知道這件事的 有86% 知道的就是14%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香港的街道沒有垃圾桶 但是我們的政府估計 遲幾年我們的有效會達到七千萬甚至一億 我們所製造的垃圾 香港的街道能夠應付 有98%認為是不可能 在香港如果沒有垃圾桶 是不可能應付的 而第三個問題就是 如果香港在一個沒有垃圾桶的環境下 究竟對香港的衛生環境是有好的影響 有98%的市民認為對香港的公共衛生是有壞的影響 另外有2%的人認為是有好的影響 至於因為我們香港的情況特殊 每年有七千萬至一億的人來到香港 香港當中包括很多的自由行 但是他們的旅客不需要為他們所製造垃圾付費 但是香港人棄置身部的必需品 必須要承擔這些費用 究竟合不合理 有1%的人認為是合理 有28%的人認為是沒有意見 另外有71%的人認為是不合理 我認為政府在開徵垃圾徵費 目前的討論通常是徵收多少錢 但是市民似乎對那個背景非常不了解 但是只不過是香港人要去付這些費用 亦都所帶來的不便 那是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公共衛生問題 我們看到有旅客 他們用一些垃圾桶 當作給小朋友帶小儀便 即是有垃圾桶的時候 他們都這樣去做的時候 如果沒有垃圾桶 我不敢想像的情況是甚麼 而且在執行方面也是 例如我們看到香港人自己的習慣 例如我們帶狗隻出去走的時候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那些是有功德深的市民 譬如說狗隻大便 他們就用膠袋包了 然後就丟垃圾桶 現在通常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沒有垃圾桶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可以說 政府也有些專門給那些 狗隻棄子大便的垃圾桶 但到時如果周間沒有垃圾桶 很多人會把手的垃圾 又丟到垃圾桶 政府可否公佈一下 大家都知道現在 我們如果在街上丟垃圾 那政府就會 如果被人見到 就是食環署會檢控 發錢五元 但是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數據公佈 旅客丟掉這些垃圾桶的時候 如果食環署是捉到的 究竟能否能夠罰到他那錢五元 發了股票他們有沒有給呢 這些政策 因為當你沒有垃圾桶的時候 是會有更加多的人 就可能會存在垃圾桶 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現在政府建議 垃圾桶的徵收形成 詳細未監待 但最近陳智思公開說過 可能會透過大型屋苑或 管理公司作為中介人 去徵收住戶的垃圾桶 或者去管理住戶 扔出來的垃圾 但如果不執行這個方法 有很大可能會成為 陽奉陰違的政策 因為物業管理公司 其實只是打工 他們的老闆就是業主 現在政府就叫打工仔 去管理業的老闆 這個是完全都執行的時候 是不可行的 試想如果在大型屋苑 那些住戶不合作 將垃圾不用政府指定的膠袋 或者隨便棄置在屋苑公眾地方 後樓梯 其實作為物業管理公司 既沒有法定的權力 也沒有這樣的資源 層層去監管不合作的住戶 可能最終這個政策出來 就只會成為一個笑話 是一場不環保騷 令到垃圾整體的數量 不能夠減少 只是令到合作的市民 就產生了很多妖民的做法 我們一直都認為 好像膠袋稅、垃圾稅等 都是一些叫罪惡稅 好像煙稅和燃油稅一樣 徵收了 使用家就以為自己負責任 就不會再真真正正地去減少不必要的消耗 在過去膠袋稅執行之後 香港的塑膠消耗就不跌反升 其實已經反映了造蘇形式的環保政策 是不能夠處理廢物的問題 真正解決的方法 希望我們一直都推動政府 應該將一些公共的服務民營化 參考好像德國、日本和澳洲 都有一些英黎的公司 就收集垃圾發電去生產英黎 並且將焚發後的灰種 就可以作為英黎的原材料 已經行了幾十年的措施 香港有一間青州的煤廠 都曾經出過一個報告 找科技大學做研究 去進行香港的一個轉廢為能的 英黎生產的建議 但特區政府多年來都沒有去認真去考慮 我們認為當世界潮流以凡化 以轉化為能作為目標 香港反而走退後步 在旁枝末葉裏面 去搞一些擾民的環保素 所以今次的文調反映了市民 其實連垃圾稅的負面影響 會令到到處都變成垃圾綱的憂慮 其實都未掌握清楚 如果廠署推行 就會令政策變成一個笑話